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全球最大的手机和记忆体晶片制造商三星电子,在消费电子需求疲软带来的记忆体晶片寒冬之中,正面临附被受敌的窘境,一方面,公司正因业绩疲软而承受巨大财务压力, 另一方面,公司工会威胁称将进行大规模罢工。 三星电子全国工会5月警告称,工会成员可能会因工资纠纷而大规模罢工。 三星电子主要包括三星的消费硬体、半导体、显示器和行动通讯业务。 如果罢工顺利进行,这将是自三星电子1969年成立以来的首次罢工。 三星电子工会声称,此次罢工是为了抗议工资问题以及该公司试图阻挠工会的行为。 该工会代表了约一万名三星电子员工,约占三星员工总数的9%。 据三星电子工会称,三星电子管理层4月表示将提高工资约4%,而工会则要求将工人们的提薪幅度扩大至6%,部分原因是为了抵消韩国国内通膨超过4%的影响。 此外,三星电子工会还要求三星董事长李在荣参加讨论。 三星电子工会代表则表示,工会将在与成员协商后举行罢工,但表示这取决于三星董事长李在荣的态度,以及他是否愿意谈判,工会真诚地要求他来到谈判桌上。 三星火灾海洋保险公司的工会代表也表示,如果三星电子发起罢工,三星集团自公司的其他11个工会,如建筑商三星物产、Samsung C&T或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三星SDI的工会,也将效仿。 对于三星电子来说,这场潜在的罢工危机来临的时机非常不妙。 记忆体晶片一直是三星最大的利润驱动业务,然而由于智慧型手机消费疲软,记忆体晶片需求进入寒冬,三星第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暴跌95%,已经降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 而作为三星电子的摇钱术,其半导体业务一季度报告亏损4.58兆韩元,而去年同期盈利8.45兆韩元。 在此背景之下,4月份,三星正式宣布减产,业内人士透露,三星本次减产将聚焦DDR4,华城园区记忆体产线至少减产3至6个月。 分析师预计,三星减产DDR4的同时,还将向DDR5、LPDDR5生产转换,并扩大超精细工艺比重,以此来解决记忆体晶片供应过剩的问题。 据台湾经济日报5月上旬报道,三星此前决定大幅减产,业界预估三星大减产带来的正面效益可能在第二季度末显现,市场供过于求状况将减缓。 业界分析,生产记忆体晶片时间约需三个月,三星大减产为产业带来的正面效益,预估在3至6个月后显现,也就是最快可能在6月底见效,下半年起大厂库存消耗速度将加快,促使半导体整体产业状况改善。 在三星宣布减产决定后,一路下行的记忆体半导体市场出现积极反应。 要知道,DDR46G产品的现货价格从今年1月的4.16亿美元开始,2月继续下跌至3.90美元,3月跌至3.570美元,在4月的DDR46G的DRM,出现自去年3月以来的现货价格首次上涨。 此番反弹,被归因于三星正式宣布减产,全球产业状况改善,预期增加。 与此同时,三星已下令其电视和智慧型手机业务部门寻找解决方案,以提高收益。 据韩国媒体DI-LAG报道,三星第一季度的收入为63.75兆韩元,净利润为6400亿韩元,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8%和95%。 由于其中,记忆体晶片部门亏损高达4.58兆韩元。 其指出,三星记忆体晶片部门的糟糕表现,给其他业务部门蒙上了阴影。 知情人士称,其他业务部门也面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。 电视业务的情况相当严峻,因为第二季度的液晶显示器,LCD面板价格预计将上升,电视制造商将承担更多成本。 近日研调机构Trendforce指出,目前电视面板的备货动能仍在,加上面板厂持续动态调控驾动率之下,电视面板价格在5月份仍维持上涨态势,预计全尺寸都会回升至现金成本之上。 与竞争对手LG相比,三星的电视业务在第一季度的收益较低,而手机业务也没有增长动力。 因此,三星集团的业务支持工作组,已经命令这两个业务部门拿出解决方案,以提高收益。 三星手机业务部门已经响应了这一命令,比原计划快三周,推出了折叠机。 另外,据国外科技媒体Sign Mobile报道,Google今年将推出最新一代的自研手机处理器Tensor G3,将会继续采用三星4nm制程代工,由今年即将推出的Pixel 8和Pixel 8 Pro手机首发。 虽然此前有传闻,Google有意将下一代的Tensor G4转交由台积电4nm工艺代工,但是最新的消息显示, 由于Google Pixel系列手机的销量及市占率太低,因此对于晶片的需求量也相对较低,这也造成了其自研晶片的生产成本要远高于其他手机晶片厂商,再加上台积电的代工价报价也要远高于三星。 这也使得Google不得不因为成本问题,继续将后续的Tensor G4转由三星代工,目前尚不清楚是会采用三星4nm还是3nm制程。 预计,未来几代的Tensor晶片也将会继续与三星合作。 报道指出,三星4nm和5nm制程的良率相对于台积电来说仍要低一些,并且晶片效能也处于落后位置。 这也使得苹果、高通、徽达、AMD、联发科等大客户,基本都是在台积电代工。 不过,据韩国媒体报道,三星近期先进制程的良率提升得也很快,4nm的良率已经达到了70%。 同时,三星日前还喊出了5年内超越台积电的目标,原因是三星的3nm制程,率先采用了环绕炸机技术GAA。 据三星说法,与台积电使用的骑士长效电晶体FINFET架构制程相比,晶片面积减了少35%,效能提升了30%,功耗降低了50%。 近期也有传闻称,由于台积电4nm产能吃紧,三星获得了AMD部分订单。 此外,高通的下一代骁龙旗舰处理器,可能也将会部分较由三星3nm代工。 不过,三星要想挑战台积电,却并不容易。 市场研究机构Trendforce估计,以营收计算,2022年第四季全球晶圆代工的施占率排名方面, 台积电以58.5%稳居第一,而三星以15.8%位居第二。 多年来,三星的失战率从未突破20%大关。 韩国媒体此前也分析称,三星的晶圆代工业务有先天致命弱点, 因旗下设有负责手机处理器设计及销售的系统LSI部门,为避免技术外流。 高通和挥达等客户较倾向,较由台积电代工。 由此可见,三星的如意算盘也没有外界想象的乐观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